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後談完考全以後再跟你談各國 這個是我們今天的操作方式 前面我就先講說你在普考的時候 你應該是歡心愉悅地把它寫完 除了第一題以外 應該是很懷疑自己在考場 我現在真的在考國家考試嗎 你會有這種感覺 這不是考古題練習的模擬考而已 所以今年的普通考是因為它的難度比較低 因此你可能要拿到比較高的成績才會有機會 所以如果是普考的話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前面一開始我都寫一些幹話 我不會再念幹話給你聽 你自己看那個我幹話寫什麼 那就是你理想上如果可以的話 你等一下聽我怎麼解 如果差不多的話可能把握度上應該會有七八十分以上 那有七八十分我覺得這一顆應該就不錯 算穩定 那剩下來的關鍵科目是什麼 那就是你的選擇題 就是這個樣子 心理學就算了啦 那種中邪了是怎樣 我本來以為只有普考的問題 後來就知道高考也有問題 我不知道說什麼 我覺得很奇怪你知道嗎 這所有人都是提示提議好了 好 現在不是心理學解題 來 那就按照順序來 第一題 你看這個題目 他說考試院109年1月8日修正通過的考試院組織法 對組織的影響 有人這樣寫嗎 這裡沒有 還是不敢講 你這樣會不太好寫 為什麼 如果你這樣分 不是錯喔 是 如果今天我們真的具體要談組織 你知道組織要談的部分 我這不會寫工程版書 你這邊要處理的是組織編製問題 如果你把它切開來很清楚的話 你就沒有混淆空間 知道嗎 你就要處理組織編製的問題 OK 然後還有可能有規程 就是內部的執掌問題 你變成要談這個要談得很精準 你才會很漂亮的把事情自圓其說 考國考的時候沒有標準答案 關鍵在於你整個題目看到以後 你拆解它 然後你論述有沒有架構條理分明 而且能自圓其說 不會爭氣亂串互相衝突 那只要你可以自圓其說 就會拿到漂亮的分數 懂嗎 頭尾是呼應的 整個內容是呼應的 所以我那時候一看到這一題 我就會擔心說可能有的考試 老師會選擇這樣子走 那你如果能夠在這個地方發揮的 往這個方向 比如說你知道說 對 我們的編制縮編了 首先就是說高階的事務官也減少 中階的事務官人數也減少 對不對 然後在工作分工上 它內部的委員會就不再設置了 像規定拿掉 還有過時的一種的內部組織 像什麼烤全素 這種西郎烤全素 這種西郎骨頭的東西就沒有了 對不對 你如果都有印象都記得 那我覺得很好 但是我判斷機率不高 因為這個題目我們的習慣都是這樣 當年修正的次一年 我們大家都很緊張 或是當年都很緊張 趕快跟你講對不對 過兩年才考 我們當然也不可能抓得到 那在這個部分我也老實說 我就是政客有講 可是我後面我都沒有太特別去提 政客又在很前面嘛 所以很多同學說 你怎麼不記得 所以就要憑你的記憶跟印象 還有憑我有沒有日常講幹話 你有稍微聽到這樣子 你再去做答題 所以這樣做可能吃虧 不過還是那句話 分數是比較出來的 OK嗎 所以到最後都是用比較出來 它是相對值不是絕對值 所以你可以 至少有寫一些東西就還好 那所以你看一下我的操作方式 我就乾脆不要分那麼細 有點糊嚨它 然後呢 就各自的點各自列標 把分數抓完 我的戰略就乾脆這樣寫 我在考場上我就會選擇這一條路 因為我會知道 這樣有一點卡 我怕有的東西寫不出來 那考場上的關鍵就是 你不要自亂正腳就對了 有的時候我們就自己在裡面 然後被打到突襲了 然後我自己慌了 我亂了正腳 那個就比較 會對實際上的表現 會被影響到 所以你只要能夠 關鍵是用一套 讓自己很穩定發揮的戰術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解題的戰略 有時候看到當下的考試技巧 要去發揮 那另外跟你補充 我寫在這邊考題解析 你說這個有沒有 有所本的學術論述 我跟你講還真的有 那個熊忠勇參試 他也會命題 因為他是世新大學的 兼任教授 他也是我們政大博班的學長 熊參試 他真的寫過一篇 但是那篇文章很偏僻 理論與政策這一個期刊 是偏僻期刊 它不是核心期刊 它不是貼自CI等級的期刊 所以我們基本上 也不太會主要去看它 那考的內容 也跟它期刊要說的東西 沒有太大的密切關係 所以我認為這個部分 應該沒有什麼 就是說要去尋找到那種 教科書裡面有一頁 有沒有 然後就是這一頁 然後給它貼出來 比較沒有啦 應該我們就是 自由發揮 來 往後看 來 我的選擇是這個樣子 在前沿的時候 普通考試跟今年的高等考試 因為在考場當中時間有限 一定都是你有餘力做精準操作 你在做精準操作 那如果當下沒有餘力做精準操作 就放棄去寫什麼前沿這件事情 然後直接就處理就好了 這個是我們考試的戰略都要知道的 那因為這個題目我在看的時候 我就知道大概我可以怎麼做 所以我就說 為什麼這一次會修正 因為這一次修正最核心的理由 就是解決憲政體制的衝突 憲政體制的衝突 這件事情是這樣 同學 我們是五權分立嘛 那不管你是憲法八二三條 還是憲法真正的條文第六條 你的考試院的考試權 都是國家最高考試機關 一個超然獨立對不對 所以它是一個權嘛 OK 好 來 這正常來講 五個權分立的狀況之下 你不可能有一個權去監督另一個權 你聽得懂嗎 沒有這種事情 你這樣就比較分立了 因為監督是一種上下的關係 老師 你說 那監察院不是可以去彈劾人家嗎 不要啊 它是行使它的彈劾權 不是去監督其他機關 你知道這個是有差別的 它是行使彈劾 然後再轉交給司法做懲戒判決 這是監察院做的事情 所以不要誤會 因此過去的運作上的麻煩是什麼 你考試院竟然在你的組織法中 明文講 你可以監督到行政院的考權業務這件事情 就是人種 那這個就有問題 所以這個其實跟五權分立的根本邏輯 是不合的 這個所有的學者 不分國民兩黨都同意 都知道這是不對的 所以這第一個最核心的要處理這件事 然後接著是總統沒有提名權 就是我們蔡英文心中的痛 他第一任總統任那時候 所有的考試委員全部是馬英九提的 你知道嗎 然後考試委員那時候任期又六年 對不對 總統任期不是四年 對不對 要是沒有韓國瑜他也沒有連動 所以因為這樣子 謝謝 不然我等一下會睡著 然後就是因為這樣子 然後才 就是他就決定說這樣不可以 那其實呢 這也不是什麼政治力什麼介入 因為很久我們台灣這個問題都很久了 就是說你考試委員其實根本就不受 有點不受控 然後又不甩人家這個問題 所以核心的部分這兩個先提出來 然後再有一個他都已經暗示你有組織 你也知道考試委員 全中華民國台灣最好的工作 對不對 從19個機會變成剩下9個機會 你知道嗎 各位辛苦了 少了10個機會 全中華民國最好的工作 好 那就代表說是精簡嘛 對不對 精簡政府嘛 OK好 那就解決了 所以我們把主要處理的東西在前面 來 這個部分喔 1234 你應該都要提到 我寫了第五點你沒提 我覺得還好 我真的覺得還好 但是1234點應該是都要提到的 因為考試院不再具有監督行政院人事權限這件事情 是他的組織執掌的重要變化 所以他是組於組織面的 懂嗎 嚴格來講是組織面 你工作分工跟執掌嘛 這個事情 所以這邊東西一定要必須要去談 而且他明定修成什麼 你就是只剩下憲法證據條件第一條 憲法賦予的職權 你其他就不要亂摸 OK 好 第二個呢 考試院的那個政府院長變成政府院長 不好意思自己打的 所以又有錯別字幫我改一下 考試院的政府院長跟考試委員的任期就變短 好 那這個其實我談的是人事 所以第一個其實談的是組織執掌 第二個談的是人事 所以我再用技巧把它勾在一起 因為這還是會是答案啊 OK 好 來 那第三個 考試委員的人數呢 精簡 你這個要說是人事 要說是組織都可以 對吧 因為你能提名的人事 人事空間變少了嘛 那組織規模也變小了嘛 對不對 好 你就知道為什麼這題我沒有選擇這樣操作人 因為有些 內涵你怎麼寫好像都 那你要放哪一邊 對吧 好像不太好放 他說老師沒有我就放了 放了也就放了 不會怎樣 因為重點是你有沒有寫到 不用緩露 就寫下去就寫下去 然後後面那些煩惱的鑰匙 我出來看就跟人家建議的你答都不一樣 唉 沒差啦 而且我跟你講啦 我們在寫這個跟你的壓力值又不一樣 懂不懂 我寫這個壓力值只有什麼 趕快寫趕快寫趕快寫 等一下要喝奶了是不是 啊喝一喝一然後再回來 我只有這個壓力值而已 趕快拍個然後什麼之類的就過了 你們的壓力值在那個當下 燃燒小宇宙有沒有 那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還好啦 好 來 那 你說老師我要不要寫到高達五千七百多萬的公帑 不用啦 你就告訴他就是 哎呦 考試委員是拿部長等級的薪水你 對不對 你看光這個就可以節省不少預算了 好 來 組織精簡也縮編 那組織精簡縮編 這一次他考這個地方 的確有一個點應該要講一下 因為 以前舊的考試園組織法呢 我在這邊有講 考試委員的精簡以外 考試園職權呢 從憲法徵政條件第一條的明確執掌是這樣 所以呢 機關應該切合明實 而過去組織法設置的那個考權處跟各部委員會 不符合現在的運作 其實這題寫到這個會比較漂亮 那你沒寫 分數是比出來的 所以還好 我的意思是說分數是比出來的 有人有寫到 當然就知道狀況 不錯 沒寫沒關係 好 考試委員的提名資格改變 這個是因為題目有問人事 那因為你提到人事 那就涉及到這個任命人選的條件的問題 所以我才塞這個東西進來 的確 考試委員以前可不可以去中國兼職 可以啦 不會怎樣 所以真的有人去啊 然後被人抓爆對不對 那他就直接在條款裡面去給他處理起來 好 所以這總共我的戰略是丟五點 那把分數呢 以五個配分點的方式吃完 那其實我認為各位有減到四點 可以了啦 有四點你應該就表現得不錯了 好來第二題 我跟你講第二題就送分 不是之前考過了嗎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他的時候你就說 真的那麼美好嗎 對就是那麼美好 可是 有一個事情第二題不能走錯 我跟你說 題目問你 公務人員年終考基 加等與離等的利益效果差異 加一等考基請問就法律性質來看 是受益性行政處分 還是干預性行政處分 兩種都是受益性 所以這一題如果你寫一個東西的話 就會出大事 你說 以等考基是不利考基 事情就事情大條了 我們在行政訴訟上 因為我們有協助人家做訴訟 不會有人灑到去說 我跟你講 我生送考基以等 理由是因為 以等是不利考基 一路死到底 這不可能贏 因為他是受益性處分 所以就是說 這兩種考基結果的利益 誰比較好 誰比較弱而已 對不對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你在考場上的時候 你看你去想一下你在考場上 老師 他這個其實是一個問號而已 對啊 因為要跟你說 請你用不同人事法規相關規定說明 所以題目已經在暗示你 比較好的配置方式是 你有的人會這樣配置嗎 是吧 有的人是這樣配置 還有人更厲害喔 假以說完 差異分析 如果你今天在考三級 我沒有意見 你在考普考 時間很久限對不對 man 怎麼做 他題目已經跟你講了 你不同的法規來談 不是嗎 好 那你看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的直接做法就是 扣著他的利益 然後用法律來說 有沒有發現我的操作方式 所以分別我就從 財產權利有沒有差 有差 好 來財產權利的地方 有一個點 不能寫 錯 如果你寫到禁序 有沒有 你知道 因為他不管本奉年公奉 都會禁奉級 是吧 你寫下禁序 建議你立可戴要塗掉 為何 因為假等一等是不是禁序 是一樣的 禁奉級是一樣的 假等會禁奉級 一等也會禁奉級 是不是 對不對 我們考基法的那個第七條 跟我們講 是不是 禁奉級嚴格來講 他的那個操作上其實身分的改變 他是間接影響財產 所以你在財產的部分 你不能把禁奉級寫進去 老實我寫了 假裝沒發生 就這樣 沒關係交給了 收不定月券的人覺得還好 我現在要告訴你沒事沒事 去了就算了 去了就算 沒有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講一講 你在考場當中 實際上那時候狀況 我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樣 你現在回頭回想 搞不好也忘了 當下有時候假記憶 你知道嗎 可能有可能沒有 沒事對不對 然後月券的人 當下情感因素很多 又很複雜 你看我們考試的結果 就是沒有 你的分數怎麼出來 很難講 所以那時候沒關係沒關係 就這樣 好 所以主要是 獎金的差別 主要是獎金的差別 好 來第二個 升遷 升遷這一邊我比較細 我寫升值等跟升官等 那我是為了把板面衝出來 那你在這邊 我個人認為 你只要升值等跟升官等 各有摸到一點邊就好了 那升官等的部分 升官等考試你沒講不會怎樣 OK嗎 因為升官等考試它是比較細 比較遠 但是 因為升值等升官等的核心 現在主要一個是考基晉級 都沒有問題 那升官等訓練 你是必須要能夠說的 OK嗎 也就是說 你會發現一個事情 如果今天你沒有假 你永遠沒有辦法升值等 對不對 你沒有假 你也永遠沒辦法升官等 對不對 這就是它的關鍵 你就說這個東西就好了 一定要會假 才能升官升值 懂嗎 講得怪怪的 好 來 第三個權利 它要分別用法律來談 實際上還有一種叫什麼 訓練發展是不一樣 這個是參與訓練發展的權利的機會 為何 有一種訓練 那個沒假也沒辦法去 叫選送進修 好 叫選送進修 所以訓練進修法第九條 你沒有寫款 沒寫到像 沒寫到款 沒關係 好嗎 我們在考場當中的時候其實 當今天必須要用條次做說明的時候 像跟款 除非它是帝王等級的規定 不然是還好啦 那你問我說老師 什麼是帝王等級的規定 公務人員利用法第八十八條第一項 那個就是帝王等級規定 那個一二三款就沒有辦法閃 你懂嗎 因為那個實在是太常出現又太重要了 那個就是 必須要展現你的誠意嘛 你就不可能用懵的嘛 但是像這邊是訓練進修 還好啦 你說九條有重就好了啦 細則不知道哪一條沒關係啦 就細則啦 好不好 要見有最重要啦 要有假假啦 沒有假就不能啦 有假才是表現優良啦 成績優良啦 OK 好 那這樣子才會取得什麼 選送進修機會 好 來我個人認為你有講到三個拳 差不多了啦 那 加分或者是比別人更漂亮的 當然就是這個 這個其實是假跟以很核心的不同 就是 公務人員 為何 因為模範一定要突出 懂嗎 所以當你今天一直都 當你今天有儀等 你沒有完全在他的模範公務員的評價的時間裡面 有假 評價的時間都是假嘛 就代表你是突出 可是你在這個評價的時間裡面 你有儀等 代表你就普通掉了 知道嗎 所以模範公務員他的玩法 就是他一定要這三年 近三年通通要假 這個有儀就不行 因為這個是一種名譽 榮譽 我說老師這個也會發錢錢 有休假有財產 沒有我們主要是名譽 因為你出去被表揚嘛 然後 你知道我今年那個 以前那桃園的同事跟我講 今天模範公務員做得多誇張 我說怎樣 搞得像誰是接班人一樣 我靠北 我做一些東西 我跟你說 這很危險 你知道嗎 之前不是 以前把現實的模範公務員 三五年以後 花園公 靠腰有貪污 誰是接班人的名字不見 人像不見 這很危險 亂講 然後他們還幫他們做小公仔 我看他公仔 我說 他下次不要做好了 不太像 我就問他 你有沒有認識其中幾個 這你的公仔 他說對啊 我跟你講我人生第一次稱讚你就這一次 他說怎麼了 本人比公仔可愛 好可以 就是這樣 他公仔很奇怪 好 來第三題 又送你分 是吧 你看到說 天啊 怎麼那麼美妙 不過同學 留意一個事情 他配十分跟十五分 所以 當你只寫 限職公務人員調任辦法 第三條的根本定義 具有你任職務法定任用資格 在不同職務間的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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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動 你會覺得有點單薄對不對 你不覺得這樣賺十分有一點 心 心裡面覺得有點 好像 不是很踏實的感覺 好 所以我們多補一點東西 所以 我的戰略是 你看到我這邊國字瓜虎一 我會做換句話說 這事情就是說 你如果是跟我們公務人員 任用法 施行規則第二條 裡面又說的公務人員 那除了政務職有沒有 跟民選的以外 你在進行這種職務調動 你有官等職等的人 你在職務調動的狀況 我就在這個部分呢 把這個公務人員的部分 我多說一點 幹嘛 從版面以外做一個動作 你在告訴閱見者說 我跟你講我書讀得很紮實 制度那種很好 老師我沒有這麼做 我可能覺得也還好 為何 因為有些時候說不定就那麼甜 不曉得 真的啊 我當年在考的時候 雖然我補考沒考上 可是我就講嘛 我那時候最後 他那最後一題 就每個都配五分嘛 結果我真的只是寫 是否是否 還真的有給我分 你知道嗎 真的啊 因為我沒時間 我到時候剩三分鐘啊 我就國字瓜虎一 是 二 所以我就這樣寫下去 還真的給我分 你知道嗎 怎麼那麼好 對啊 因為你至少有猜中 有的人寫漏漏等 答案是錯的嘛 那沒有分嘛 所以有時候真的會這樣 搞不好就是這麼美好 好 那我在這裡就會做一些事 你看我再多加一個 我說現行人事法規 調任他一樣呢 我又可以一調動後 對資格有沒有產生影響 以及調動後 歷屬關係加有劃分 這種事情是我在解題時候的技巧 你考場上沒做沒關係 但你今天有發現 你學一下 一張考卷當中有四個題目 認真來講 你可以把它當成四個題目 都是四個你要作答的小論文 所以它應該要有一種 乘上起下的感覺 你要讓樂界的人覺得 讀你的文字的字裡行間裡面 感受到你款款的柔情 懂嗎 乖乖的 就是感受到你在傳達你的能耐 傳達你的文字表達 跟你的知識 對吧 所以我就會運用這種機會 我會暗示它接下來我要幹嘛 因為這還有個好處 你第二個配分的部分 來這時候大家就會各顯神通 如果你有我的解題書還是我的什麼 你會發現說我裡面有談到 首長任用人員限制的那種角度 你這樣寫可不可以 也對啊 你寫首長任用人員的角度 當然也對啊 不是錯啊 懂嗎 也對 那老師你為什麼在這邊這樣做呢 因為它的題目叫做 公務人員調任限制的各種規定 它又給我只有15分的配分 我就會選擇抓重點打擊就好了 所以這是我的戰略 那這個都重點打擊 我要有架構 所以我就這樣做 因為這樣我就很明確的 我就只要談 你這個18條所產到的人員調 就再搭配一個什麼 搭配一個指名商調 我就把它處理掉了 但是如果你用什麼 首長任用人員限制 一起處理可不可以 可以 那個我認為也會是答案 但你應該不會灑到 把26條之一全部寫完吧 你要寫到哪一頁 一千零一頁 不會啦 這一定概獎一下而已啦 OK嗎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是OK的 我是OK的 這個大家稍微知道一下就好了 好 所以我這裡呢 就當然會細部講 比如說 當以調任的原則際規範來看的話 主要是看直組直系跟降調等 它一樣的限制 那這個就抓著18條一項 去把它處理完 好 其實還有另一種說明方式 就是你就是把18條的一項 二項三項 這樣去對應也可以 因為其實18條一項二項三項四項裡面 它同時就暗示說我們調動的時候 你還要注意到它有沒有什麼考試的限制對不對 這個戰略也是OK的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你要寫 你至少有三套答案可以寫 我覺得都會是答案 沒問題 沒有說一定怎麼樣是保證對的 OK 好 我這邊 後面的話你就知道了 所以我像我這邊的操作就是我又立了第三個標 還有一個叫商調他機關限職人員的限制 就是如果你要調任涉及到同一行政主體內的 另一行政機關不同行政主體的移動的時候 你就要處理下面這個東西 叫殖民商調 這個我們就把它處理起來就好了 來 最後一題 這題嗎 看到也是 你看一路二三四題寫下去都懷疑人生 對不對 怎麼可能有一年考試考那麼順 對嘛 補考讓你順高考就讓你卡 對吧 命題委員很 命題委員很公平 對不對 好 然後各國的時候都讓你罵 那現在到底想怎樣 沒關係啦 待會跟你聊 來 退休金的計算法制可以分成確定幾副制跟確定提波 請說明這兩種制度的意義 關鍵在後面 我國現在採核種制度 這是一個很好的測驗你知道嗎 因為有人一定會走錯路 因為他背書 還有他沒有回頭管制度 不求聖解的操作 就是講不出個所以然 所以其實 最後一題的陷阱在這個地方 你要拿到這十分 你不可以只是把 什麼叫確定幾副 什麼叫確定幾副 講完而已 那是不行的 你講完沒有取得答案 你要告訴他 為什麼 我們是你說的什麼字 好 來 那所以呢 你看確定幾副 確定幾副的定調 如果在考場裡面 我會很簡約的 因為你是普考嗎 壓縮他精準打完就好 我就壓縮他精準打完就好 就確定幾副的關鍵是 他是有承諾的 好嗎 這是很大的關鍵 他會promise 他承諾你 我會養你一輩子 懂嗎 我不是跟你講說 我從現在怎麼還會有人 相信這種事情 到現在有的人他會想 我跟你講當公務人 國家會承諾會養你一輩子 我說 你遇到渣男 你都會知道渣男會說什麼話 你怎麼還會相信這種話 是不是 我搞不懂 好啦 好 那另外一個你在這邊 老師我還有想到 依據最後在職期間 或在職期間的平均年資 來盡情計算方式 寫進去可不可以 很棒 當然更完整 時間夠就寫這個 很好 沒有問題 我只是這裡沒寫而已 那確定提播呢 就你不就 大家都要一起把錢存進去 對不對 你最後利息多少就算多少 所以他不會有承諾 不會有保障 老師你不要騙我沒讀書 我知道那個 什麼那個新的草案裡面 個人帳戶制 的那個草案裡面 有說 有一個最低的 保證銀行定存兩年 我告訴你 那不是什麼 那是你原本錢放在那裡 就是會這樣啦 你也好啊 你看你青菜金錢保險 有這個嗎 都會有差不多的東西 我跟你說 你最低有一個存保的概念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不能叫做是一個保證 因為你錢會放在一個地方 你是個帳戶的概念 自然而然就會這樣 它跟保證養你一輩子 那種觀念是不同的 那是不一樣的 不能混淆 持保證非比保證 不要搞錯了 來 我國現行制度 為什麼是確定給付 我先講 因為這不是什麼政客還是什麼 但我一直在強調 你會知道一個叫恩吉 還有除金 除金 我就說恩吉跟除金 談的是提存階段跟準備階段 也就是我們退休金籌措階段 你的準備退休金的方式 那 確定幾副 寫英文 這邊是幾副階段 懂嗎 所以 有的人永遠搞不懂 我每次去開會 我也都覺得很累 有的人永遠就是要把它 勾在一起 很疲勞 你知道嗎 他說 反正恩吉等於 滴逼 誰說的 亂講 恩吉的意思是 你根本不用出任何一毛錢 我就幫你準備好 懂嗎 那叫恩吉 而且是限縮的定義解釋 廣義來講 有幫你出的都也是部分恩吉 懂嗎 但我們這個會大雜愧 就不要這樣 我們把它兩端話比較好講 有沒有 好 除金就是說 你把錢存在一個地方 那個叫除金 你說老師我們 我們的做法 現在如果是用準備的階段的話 我們是恩吉還是除金 我們準備階段 就除金嘛 所以才會八十四年以前叫 八十四年六月三十號以前 叫恩吉嘛 八十四年七月一號以後叫什麼 叫除金共同提拨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因為這樣 因為你有一個退府 基金大水庫 大家一起存 對不對 可是在發錢的時候的給的方式 就是另外切開來看 我們的狀況是 我有這一筆除金 可是政府又保證承諾一定會給你 給養你一輩子 有沒有 所以這狀況要切開來看 所以一旦這個題目 你不小心把這兩個東西混淆了 那我們就 掰了 那就不對了 好 補充一下 我們會在這裡還會再繼續談 這個真的是只有我們人事行政 你知道那個保險學的概念已經先進到很後面了 你知道嗎 保險學沒有再繼續管這種東西 我們上一次去行政院開會 他又請那個封管系 就是保險系 封管系的教授 他就很直接講 那個教授其實講得很酸 他說 為什麼還在拘泥在這種地方 他說他現在的整個 世界其他的年金保險制度 早就已經換了一個樣子 然後已經不再被這種名詞給激訴了 早就有其他發展 我們為什麼還要激訴在這個地方 就這樣吧 沒關係 考試嘛 來 優缺 確定給付跟確定提部的優缺分析 壓縮的結果 你看我幫你壓縮囉 這是壓縮的結果 最關鍵的 員工有一定水位的生活保障 為什麼 你看我們不是前幾個月又幫那個退休人員調2%嗎 他就是有顧慮到這個 雖然我爸罵得要死 知道嗎 我爸跟我講 一個月多600多塊 我要背負這種罵名 那什麼米蟲還是什麼之類的 爛透 我跟他講說 嗯 好吧 給他罵 不然怎麼辦 他一定 不可能怎麼做都有人滿意 這種東西就是很無奈 來第二個 對政府來說 能夠穩定員工的人員流動 也容易進行人事觀 為何 邏輯那麼簡單 你想走之前 你想清楚 你再剩幾年年資就存滿了 好不好 你確定要離開嗎 你知道嗎 你看我們即使是現在 現行的公務人員的那個退休之前抚恤法 你基本上要能夠拿到退休金的基本條件 年資要幾年 15對不對 老師沒有 60歲以後的是5 沒有 那個是大齡的狀況 通案算是15年 你聽到沒有 所以 至少你會被 hold15年 對吧 那你就比較好處理 你可預見他會有這個行為的發展 其實這個是 確定幾副制他很關鍵的戰略 在流財上面他很關鍵的功能 所以我們不要想說 那個什麼A就是爛制度 什麼B就好 沒有 沒有絕對好跟不好 好 來 那缺點呢 精算問題 現在不是這樣 精算不是跟政府的出包 你們跟台灣最近 不是我們保安公司都起床去 我們有今天說三萬美幫 你知道三萬美幫是怎樣 那就是 第一個有這個部分 第二個有他們財務投資長 就是看錯嘛 所以才會跑路 對啊 你就買錯商品 保安公司的問題是因為他那個錢很多 那我其實很佩服在保安公司 做那種財務投資的部門的人 因為他心臟要很大 你要知道他們做那個投資 有出事不是幾十萬幾百萬的事情 他可能是千億的問題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額度非常大 他一虧可以虧很多 賺又很有限 因為我有講過 你的資金的管控的規模越大 你要獲利的空間就越少 實際上就會這樣 因為你不可能都集中買一家 你可能會不小心變大股東 那會有更大的風險 所以他分散投資以後 那個獲利的就會壓低 三萬美幫就不小心買錯東西 那就最近就這個樣子 好 額外跟你聊一下時事 來第二個 確定提波 沒有還有 所以長期給付一定會有 長期未來的風險 那個是未來財務風險 因為你精算不容易 你就不知道未來發生什麼 沒有人那麼厲害 你知道嗎 沒有人可以知道 再過二十年以後 甚至最快十年 你沒有辦法確定 台積電是不是還是最強的 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當你今天 實際上在資本世界裡面 遊走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沒有那種 保證買什麼東西 就會永遠賺下去的 沒有這種事情 如果有人跟你講 我敢說這保證穩的啦 買下去一輩子安心 笑耶 這世界沒有發生過這件事 騙鬼 沒這個事情 好 來確定提波 第一個優點 修辣 為什麼會節省管理費用 嗯 我跟你存了 剩下你的事啊 我幹嘛還要幫忙那麼多 對不對 接下來你的事囉 然後接著呢 欸 這個叫成王敗寇 那個景氣往上的時候 每個都少年古神 我跟你講 口袋馬虎馬虎 過得滑滑滑 有沒有 我敢說很好笑耶 真的 我之前去考這邊開會 剛講的是我還真的成真 大概去年開會的時候 我跟他們說 你們現在推一些政策去用一些話 一定會支持到很大的 會吸引到很大的支持 因為現在股市往上面的時候 每個人都想要自己操作 因為他怎麼買都會賺啊 但是你等到股市下行的時候 每個人都會喊救命 所以你的在行銷戰略上 這種個人帳戶可以自己選擇的時候 比較適合講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然後你另外要設一個配套 掉下來的時候 你再告訴他說 我會有一個基本保障樓地板什麼之類的 這樣子大家就會覺得還不錯 你知道嗎 你如果沒有講就沒機會了 那個時候才真的一群人在那邊 還用那什麼公民參與平台說 我跟你講我們公務人員的投資標的要自選 我問你現在誰說要自選 現在誰要自選 沒有人要自選了 誰自選 沒有啊 這是很正常啦 所以友好 上去的時候會有 來缺點呢 因為 他不會再被捆綁 對吧 沒有一定要積多少才能走 才能取得這個承諾 OK 所以呢 這個你就不容易激勵他 再來 很難獲得確定幾副的安全感 那優缺看完 我要回答剛剛前面後面那個問題 我們是什麼字 這題精準的話 你要秀到這一條這一項 我上課有講 我一定會講 我上課一定會講 我一定會講 因為這些 這個我就講 你要論證嘛 來 因為我們目前的退伏基金 七條一項說 由公務人員跟政府呢 共同按月撥角退伏基金費用設立 由政府付最後支付保證責任 這個事情在這裡 然後你說 那我另外用那個後面哪一條 說最近調兩趴那個依據啊 不是會 政府還可以看實際上的景氣變化跟狀況 然後四足調整 再補這個 你補這個搖壽站 你如果補得上我覺得搖壽站 知道嗎 那更好啊 因為這是輔正嘛 這是確定幾副字的樣子嘛 對不對 那另外我這邊沒有選擇用那一條的原因 是因為我還是要說一下怎麼算來的 我們用年資年齡跟平均縫額圍繞減 那這個就是當然就很重視確定幾副才會怎麼做 當你今天是確定提播的時候 沒有平均縫額它也沒差 我那時候在考試之前有個考生 我不是有開放提問嗎 IG提問嗎 結果考生我 老師我一直搞不懂 為什麼你說 當採用了這種確定提播個人帳戶制以後 即使鳳集沒有改革 影響也不大 結果後來他自己搞懂 我搞懂了 因為反正都是自己的錢 政府不用後面不用再多付了 我對就是這樣 所以你鳳集不改革也不會死 就是這樣 在職時間放著就而已 好 來 所以以上是我們這一次普考的考題 總而來講應該各位有讀書 拿60以上輕鬆寫意 拿個70就是實力展現 拿個80就恭喜你 你拿100分我都不會意外 好不好 來 接著很快樂的時光過得特別快 高考馬上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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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就講 所以我今年就可以講話比較大聲 你知道我去年被打成落水狗 不好意思說話 其實在普考跟高考 它的測驗狀況是 考試我們考什麼東西 我們先考你的理解 理解的下一步再是熟練 熟練的下一步是活用 你知道嗎 我用 用突然不會寫 所以普考處理的是這一塊 對吧 可是到了高考的時候 它是這樣都要 這就是我們這一次高普考試的差別 那我個人 我這樣講一定會被人丟雞排或丟雞蛋 雞蛋現在很貴 你丟石斑魚好了 就是 我其實覺得高考出得很好 真的 但我知道有人很痛苦 掐死你 但是其實真的出 我覺得近幾年 哇 我看到我好驚豔喔 這一次解題的時候是這樣 我的心情大概是這樣 普考的時候我就 恭喜大家 然後我覺得 高考 哇哭哇哭 然後看到各國 我 後來我姐廉政 晚上要講廉政 我廉政的也是廉政普考 我覺得 不錯 廉政高考我是 幹 你確定要這樣考考生嗎 因為廉政高考其實考蠻難的 真的考太殘忍了 好啦 回來 所以你看 你如果一直強調記憶 背誦 你沒辦法處理高考的題目 它全部是活的 它就是需要理解加熟練在家運用 它要思考過 你才能駕馭它 所以我就是 我在授課以來 我這幾年 我一直一直講 我一直強調說 你不要 你說 考前還在那邊做複習的時候 還在那邊說什麼 這個 背誦卡片什麼之類的拿出來 口訣拿出來 我說 你確定會有用嗎 最後的結論就是沒有太多用啊 因為你實際上進考場的時候 對你背道 你背道哪裡 你是運氣 你剛好有背道這個東西 對 可是問題它是要你活用的 所以你只把法規背出來 一樣沒有分啊 因為它是要活用的 所以實際上 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本來我理解了以後 我對它熟悉以後 我要運用 所以我要常常想 常常想 常常想 為什麼 常常想怎麼做 那你去解決 然後你會講 你即使法條不熟 你都可以解題 而且你會拿到漂亮分數 那個概念才是要的東西 你知道嗎 法條條是什麼 那不是它要的 它沒有要這個 你在高考你發現它沒有要這個 好 為什麼 因為未來你上班就是這樣啊 你以後上班 現在就是這樣啊 你就會遇到 你可能沒多久 你在人事室 你在學校也會喔 校長就跑來問你 我讀到一個問題 這要怎麼處理啊 對不對 你就要隨處理啊 那天還剛好 你如果主任去出國旅遊 你代理主任 你怎樣 菜鳥代理主任 有夠大 然後遇到一個難題 現在是怎樣 打電話給你們主任 你們主任關機 好不容易可以出國了 怎麼會接你電話呢 對不對 那你怎麼辦 打給我幹 阿爸 會啦 你問我我會不會打你 我常常 有時候都遇到這種問題 然後我就很不爽 以前考上同學 然後丟訊息給我 那不想回答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冷氣 深呼吸 回答說 是這樣 喔 對喔 我說對 然後 老師你怎麼看起來 不耐煩的樣子 我說我已經沒有 我很習慣了 所以大家都是考完就忘 再來問你嗎 好來 機關遇到有職缺的時候 可以外補或考試分發職缺 同學 他第一句話的時候 先處理了一個基本的概念 我下面就講 他已經在告訴你 我們在處理公務人事制度 這個人力資源管理當中的 內部人力市場 他沒有要跟你去處理 外部人力市場太多的概念 懂嗎 所以他這邊談的 外補 的概念是機關有職務初學 談的是公務人生簽法 第五條的那個狀況 OK嗎 那如果你上我課的同學 或是你有買我書的同學 你會知道我談生簽 我一定先畫圖 第一動我就寫職務初缺 先從職務初缺開始 再走內深外部 你有印象嗎 所以我說你記得那個圖 你這題就順著講就好了 老師我那細節忘了 不隨便 要道理就好 你管他 懂嗎 管他 這裡法規已經不是重點了 懂嗎 因為他要你把程序上差異 說明清楚就好了 而且還有一個後半段 好嗎 所以這題難度很高 來 前半部的時候是這樣 如果你遇到程序上說明 然後你要細細操作 我這邊秀給你看 來往後翻 可是考場當中不要寫那麼多 這邊是因應各位的疑慮 然後我做了一些整理 外補的部分 最主要的動作 是第一動跟第二動 那第三動 老實說 在職務上非常重要 但我知道很多同學 根本就忘記這件事情 這時候我就會說 你拿出你的筆記 你會看到最後一件事是什麼 我講喔 算了 來 所以公開甄選是必須要的 那公開甄選的細節 一定跟你講過三天這檔是不是 還有職缺資訊 老師我只記得職缺資訊跟三天 會過 因為那要件 重要的概念 會過 有講到可以了 那麼多沒關係 沒關係 沒事 好不好 沒事 來 可是辦理申籤的時候 你就要把這個辦理申籤的流程 在辦理申籤裡面 給它講出來 你怎麼辦的 對不對 這個 你一定會先把你認得你的資格 你會收件嘛 人家不是在投件嗎 你幫他造冊 對不對 內生外部都一樣 你要造冊 造冊以後 然後把資料丟給考基委員會 對不起 真審委員會 最後呢 他是不是給評分 你們老闆就來圈一圈嘛 你把這故事講完就好 你把故事講完就好 老師我還有想到喔 那個還有資機評分的比照喔 可以可以 但不要寫太多 所以你看我的操作 我就寫一點點 這題這裡真的很難 可是它其實就是很挑戰 看你臨場反應也要夠好 好 後面呢 你做完了不能忘記 要指名商調 為什麼 人家如果不願意 知道嗎 商調常發生這個事情 人家來投件 優秀人才商調過去 這麼優秀 怎麼可以給你抄 當然是我要抄到死 對不對 不亂講 反正就是他不同意嘛 所以原服務機關沒有同意 我們要把皮子蹦蹦 沒辦法 OK 好 那考試分發 這是另一個動作 所以當然第一動是什麼 你要提考試職缺 那提考試職缺依據是什麼 提考試職缺要想一下一句 想一下一句 想一下一句 要那個提報任用需求 對不對 要辦理考試 對你有提到這個夠了 所以第一個其實提列考試職缺的概念是 你要告訴人家 你要告訴主管機關 你的任用需求是什麼 有講到這夠了 那有制度有印象更好 你考試法三條印象有秀出來就更好 沒有沒關係 我覺得還好啦 你要講清楚就好 好 那第二動咧 你當然要像你現在在幹嘛 你是不是考完了 你在等成績嘛 是不是 對啊 那你如果分配訓練成績及格以後 當然就分發任用 對不對 來這個部分呢 如果你記得他在哪裡 那其實剛好今年有修法嘛 任用法第十條 對不對 你有告訴他十條一項 大概有講清楚就好了 那至於什麼 後用名冊 增額錄取 我認為在本題 不是什麼一定要寫到的東西 懂嗎 我只是在這邊 就一併秀給你看而已 在本題當中 以你的考場時間 那不是真的很重要的東西 那不是你回答問題的重心 所以這兩個東西講出來以後 你就要運用後面的出缺建議 來暗示你知道它關鍵差異 老師我不是要在前面這邊比較差異嗎 應該不可能你這種比較 如果要按照那種玩法 你要先定義 定義完再比較 你不會有那個時間嘛 所以你把它列出來就好了 就等於是告訴大家差異了嘛 那後面這裡 來 這個很靠技術 只是這題是這樣 它題目有留一個伏筆 你看 請你用 請你思考 請你用人力資源管理角度分析 來 當我用人力資源管理角度分析的時候 你就想 我每次遇到人力資源管理 我要做什麼 那我們有人力資源管理 人事管理政策 在這個政策 那幾個功能 對啊 所以這題如果你這樣寫 我覺得也可以 集中生智 好 還沒完喔 你如果選擇把這個四個主要的政策 秀出來 因為人力資源管理嘛 對不對 你就秀出來的時候 老師我求用預留 隨便啦 然後都可以啦 因為這裡沒有局限你啦 有沒有 好 漂亮一點的話 做一點限縮啦 我的話我會選擇用這三個處理 懂嗎 我用這個人力資源管理當中的 人力的增補機率跟發展的角度 來說明 懂嗎 OK 這題不會有人天才到個用羅勝鵬吧 這跟不看他的事你知道嗎 不要亂走 老師我用政治法律法律管理的角度 你幹嘛你去哪裡 我們要你到高雄 你為什麼要跑來台北呢 來 好 所以當你現 來假設我示範 你用這邊走 來 用增補的角度 那我要彈什麼 我的話我會彈即時性 用激勵的角度 我當然會 激勵就是激勵嘛 對吧 就是 就是 我會談士氣 用發展的角度 當然才會未來人才的養成 所以我說這個題目 大後半段這裡 完全靠實力 很硬 但比較出來的 沒有標準答案 我這裡寫的又不一樣 對 但沒有標準答案 我只是現場示範給你看而已 好 所以 所以 即時性你覺得 你會用哪一個 外補啦 你怎麼會用 考試分法 要等他一年耶 你的缺已經在等你了 你們主任 你們科長 你們組長 在那邊望穿秋水 快 怎麼不來 可以明天來上班嗎 對吧 對啊 要等很久嘛 你激勵 為什麼激勵 這不是外補嗎 欸 你要想一下 內部人力市場概念 有沒有 讓比較資深的人 有機會 尤其是那個 委任無職等 有身見證資格的 有沒有 激勵他 給你機會 Come on 我來了 領退休金 不正 來了 激勵 未來人才養成 你會用什麼 既有的人 如果是資深久任的 要改變他容易嗎 不容易啊 所以用新人 懂了嗎 看創意喔 看你臨場反應 看有沒有聽懂 我們的概念 跟所學的運用 所以這提出的 很厲害 我必須老實講 很厲害 那我這裡是另外的alpha 你參考服用 這裡沒有標準答案 真的 來我說 你用的時候 你要小心考試及格的人 有一些限制 你要很久 而且他後面會限制轉調 後面還要辦適用 老師 限制轉調會發生什麼問題 有沒有 我這裡就隨便寫 因為這沒有標準答案 限制轉調很多可能 它可能後面 你在移動它不方便以外 它又可能中間就遲遲 但是這個就先這樣 來接著 你也要考慮 這一機關的編制狀況 這邊很 我這裡就真的行 我們真實世界裡的思考 我今天的機關是中央機關的話 這種職缺是初階職缺 一定用考試比較快 懂嗎 可是你在地方政府 如果是二、三級機關 或是中央四級機關 這種職缺不是初階職缺 這種職缺是委任官升官 以後很想站的職缺 所以你給他提考試 你以後會遇到麻煩 你們老鳥 賭籃然後什麼之類的 所以跟機關的整個的編制狀況 其實是有關係的 好 當然最後是什麼 一定是你用人策略決定 到底想要怎麼樣 我們都尊重老闆的想法 對不對 所以我就講說 如果你要培育心血 你未來發展所需 考試分發 你要馬上銜接業務 那你要從同性質 同類型的機關裡面傷掉人 這樣比較快 OK 狀況就是這樣子 好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但我覺得出得非常好 真的出得非常好 那後面我一時想不到 反正我就把相關的法律制度 我就講說 我們就用人事管理措施的制度來說明 這樣能不能賺到分 你如何想到我不反對 因為當下 有道理的策略就是好策略 考場是這個樣子 我還是一開始就強調了 你有沒有辦法自圓其說 你沒辦法自圓其說 你就 怪怪的嘛 對不對 你講得很氣勢磅礡 我跟你講 我覺得就是這樣 我們被你說服 嗯 好啦可以啦 接受啦 明明就唬爛 嗯好 我們點頭 來第二個 哇 我覺得今年考這個 嗯 對 但是 四命題範圍內 對 那比較偏 但是呢 我覺得不至於會難倒各位 為什麼 因為你應該在我們這一路以來的學習 已經多多少少都聽過警察人員的制度 官職分離 所以其實我認為不至於會難倒你 還有啊 我們最近的幾個重要的司法實務見解 尤其是大法官憲法法庭的層級的 全部都是這一票人搞出來的 你懂嗎 都是官職分離的人在出問題 嗯 所以難免啦 我在想 可能致敬吧 都致敬嘛 現判9 11年現判9 現判10 警察人員 因為一個是警察 一個是消防人 都是警察人員人事條例 都是官職分離職的人 785號解釋 消防員 760號解釋 警察 你看 對啊 可能大法官不爽 好 來 請你問你 何謂官職病例跟官職分離 請分析兩個字路的特色跟在我國公務人力系統的運用情形 來同學這一題我還有另一招 你全部直接用品位分類跟植物分類值把它寫完就好 官職病例制不就是折中混合制嗎 對吧 不就是綜合了品位分類跟植物分類嗎 那官職分離不就是品位分類制嗎 不是嗎 那品位分類制的特色是什麼 你應該可以拗一下吧 特色你就想辦法拗 你說有彈性還有優勢 把那個優缺點稍微包裝一下 你在考場當中靈光一閃跟他尬了 可以吧 不會是錯的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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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另一招是這樣用 好 我這邊還是給你看一下 來 我說 前言可操作就操作 官職病例是我國獨有的 以職務為中心的制度 那目前官方用於一般行政機關中 而官職分離是品位分類制度設計 而目前運用於我國政府機關的警察跟消防的特種人士制度 兩撞話我把所有要講的在前言全部處理完了 所以後面就是按照他的開啟的戰場範圍呢 把戰場清乾淨 就把題目收回家 好 來 官職病例制 你既然都已經這樣走了 我啦 我說我都這樣走 我都告訴一下發生什麼事 什麼時候來的 1986嘛 兩制合一嘛 對不對 對不對 特徵是什麼 垂直面有官等值等 任命層次值得程度 任用法再秀給你 對不對 這你都會啊 這個 小孩子才在談智商 不是 這個我們都OK 來 水平面呢 有直組直系對不對 兩個加在一起 你用植物跨等 你看這個叫濃縮 把官職病例制最主要的幾個特徵 濃縮在一個段落裡面全部處理完 這樣子 這個是洗衣球的寫法 三校合一 好 第三個的操作就是我就告訴他 主要運眾架構 我們是說根本四大法 根本四大法 老師你再做一個變形 你如果看懂的話 我在授課的時候我會跟你講 我最喜歡說明官職病例制的 是我很喜歡用我們高雄政治法律系的 高雄大學政治法律系 楊烏龍老師分的那個類組 因為他就是用四大法去操作 然後把特徵做描述 所以我在這邊一定就會致敬一下 只是我把它壓縮到極致這樣子 好 那官職分立呢 沒辦法寫那麼多 正常的 但是你還是 要介紹一下嘛對不對 有頸尖頸正頸左有沒有 有1 2 3 4 階 關授保障職務調任非義法 不得免官或免職嘛 把它處理起來就好了 用什麼呢 上面是考試的用烤積縫 這裡呢 警察人員人事條例 它是不是特種人員的部分 它是32條還是33條 33條在營造物裡面 32條在機關裡面 有行持公權力的嘛 32條囉 丟進去就打完了嘛 32條最關鍵的是什麼 公務人員的一般的 通範性的任用資格 是公務人員任用法設定的資格 特種人事制度不能比它低 但是 在32條的部分不能比它低 只能比它嚴 知道嗎 33條才有機會比它低 好 來 所以最後的運用 官職分立是怎樣 普通職公務員主要都是這個 所以有行政類 有技術類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會有職務說明書來界定工作範圍 然後不知道寫什麼 我說廣泛運用在各個行政機關裡面嘛 任用法設定系的第二條再拿來用一次囉 你都背得那麼辛苦了 這時候為什麼不用一下呢 把版面充滿嘛 對吧 為什麼不用 不然你要寫什麼 記得很辛苦嘛 中地民學公交期 七人學劇對不對 我們最近不是流行 前面是輕微決定 後面要加英文 對吧 沒事 那官職分立咧 警察啊 警察機關啊 很彈性啊 是不是 還有咧 警察雖然是常任文職 可是他的職業性跟其他公務員很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才另外用法律定 他帶槍的啊 是吧 你這樣就把它講清楚啊 分數就吃完了啦 這題挑戰程度比較高 但是我認為不至於你到完全不知道怎麼辦 來第三題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講講幹話然後就考了 我不知道怎麼辦 就是 那時候為了評價一下台北發生的事情 然後 去年普考是一模一樣的題目 他只是換個方式再問你一次而已 你應該要看得出來才是 你如果在言論自由這件事 你只看到服務法事情有點大條 好 因為言論自由這件事情一定會涉及到 我們基本公平權可以處理的東西的意見表達 而這次參與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環 所以這個題目我就說 你基本上一定要告訴我服務法跟中立法 好 考基法你沒寫沒差啦 你知道嗎 所以這題你只寫服務法是不夠的 好 一定要寫行政中立法 因為行政中立明確有講 你不可以助講 不是嗎 那不是你的言論嗎 你不可以在媒體上廣告 不是嗎 對啊 對啊 這一定要講 這個我不是開玩笑 因為他普考已經有了 而且他還是你行政中立法QA裡面其中一題 所以這題有的人就 我在另一個班系是高點 然後在台中 我這個解題是台中也有講 但比較短 然後那個 我是講沒關係 反正那一天就有一個同學是這樣 老實我跟你講我這個東西我會 好對 第三題寫很好對不對 我寫很好對不對 你寫什麼 我寫服務法第五條 好 然後呢 然後就沒有難後了 好就這樣 誤會很大 不行 來 那既然你選擇了第五條 你就至少要告訴我有保密義務跟職務上言論規範 我考試之前應該有提醒 這是我們這個班系的講座 另一個班系也有講座 我就說 那個什麼 我們那個什麼 發表職務言論的那個草案 不是要你拿來背的 可是要你拿來用的 有沒有 就你如果發現它的定義蠻好操作的 或者說他要把一些事講清楚 它就是一種可以用的東西 對 你看就拿來用吧 你把他講清楚 那個草案 還在開會討論 還沒定調 各方都有意見 下禮拜也有會要開 好 第三 他說 這個言論自由還有什麼 職務外言論也不能忘記品味義務 這是加分考點 可是這真的有差 你不能有損政府的形象生育吧 不是嗎 你跟他說 我跟你講 你站在大街馬路上 對不對 我跟你講我是公務員 讚 了不起 有種在大街馬路上講這個事情 外面設施41度也敢講 屌 然後接著下面就罵他 我跟你講 我叉叉叉 我叉你叉 對不對 你看你會發生什麼事 如果旁邊又有人 剛好幫你拍照上傳 你看會發生什麼事 然後我打賭 送懲戒或被懲處的時候 引用的條款就是這一條 有沒有差 有差 要注意身份性義務 台北市政府那幾個都一定搭配這一條 不過他們行為是在舊法 所以是第五條 因為這已經是考古題了 你的第九條第一項是國考生活徐資 剔除掉沒有講話的部分留下來就解決啦 就剩1346嘛 那你就把它秀下去就好 老師我問我不知道 我就 我那時候我考場當中 我這個 這個很擔心 我會記錯 所以我就 反正我記得有六個 對不對 反正我知道你有跟我講說 什麼不可以印東西 穿衣服 什麼的 我就一路當主持人 我就一路下指令 我就一路寫下去 沒關係 真的 因為你有告訴他就好了 你就告訴他上面這些都被管制 這樣就好 那就沒事 就沒事 請記得如果行有餘力 你搭個第七條我沒有意見 你搭個行政中心法第七條也是可以的 我這邊是故意不寫 因為我覺得已經多了 因為我還寫了考基法 那考基法為什麼我會寫 嚴格來講其實只是考基法六條三項第四款 為什麼 因為第四款叫什麼 品性不斷或違反有關法律事項 嚴重損害功能 所以那個這個不救也是 可能是非職務上行為不是嗎 對啊 對啊 狀況是這樣 我忘了 但我想到那個專案考基 一致力量大過 那個行警說自己過很爽 有沒有 好自由喔 變免職 也是啊 都可以 都可以 這都對的喔 這都對的喔 OK 那你還要再搶分 來啊 509號丟上去嘛 這樣的管制在公務人士法制上 有沒有道理 你用509號來看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OK 好 最後一題 送分 寫到最後突然覺得 終於在這時候送我分 快哭出來 好啦 這個就夠簡單 關鍵差異 政務官 政務人員關鍵差異在哪邊 定有任期 的概念不會在學理上政務官中出現 懂嗎 你的超然獨立行使職權 定有任期這種人 學理上政務官不會有 所以這個部分 你細膩一點 其實是我們政務人員退職府去條例 第二條 第一項第三款 那一些人 因為他們 對應實際上都會怎麼樣 都會有獨立行使職權 定有任期 來 這一題 狀況是這樣 同學 你如果 你選擇 等一下 我覺得我會 我會困頓 或是什麼的 你說 我想要再拿一些輔證 因為 我要怎麼樣來證明 這個是定有任期 美國公機制保護委員會委員 不也是嗎 任期不是六年嗎 老實在考權耶 請問題目上問你是學理這樣子 對吧 你在這個部分 你也可以稍微講一下 不會怎樣 不是說是什麼 我國的政務人員 就比喻 你要擴充版面 我都沒有意見 我為什麼敢講 因為我這裡的出處 是楊烏龍老師的書 也有講 他就是用公機制保護委員的事情 來當案例做說明 我後面有付參考 要出處給你 這是我的好習慣 我們不只論文不能抄 你知道連你答都不能 不是 就這樣 再亂講話應該被做掉 好 來 所以我們的政務官的部分 有這個部分 跟學理上是有差別 那你有輿論 老師我可不可以講說明選首長 我不反對 但是你要先做好一件事 你要先在政務官定義上說 最廣義的政務官包含明選首長 我們的政務人員裡面 不包含明選首長 我不反對你這樣寫 因為這樣也是對的 因為嚴格來說 政務官在學者分類方式 你要看哪一家 那我比較喜歡是蠢一點 就是廣義政務官跟俠義政務官說 我比較喜歡蠢一點的 那廣義政務官就包含明選首長 俠義政務官就單純是政治任命人員 這樣子 你這樣子操作也OK 我沒有意見 也是對 絕對會對 來 往後翻 後面這邊 你只要看到 題目說有區分 那大概就要暗示你法律地位區分 他又很明顯叫你任命保障懲戒 那就是通說 你行政學也會 我們這邊也會的那幾個 少了什麼 少了退休而已 就把剩下來三個填進去就好了 國考生活須知應該難不倒你 對不對 這個我們就把它ending掉 這個應該都是 Easy 第四題應該是簡單的 這個 對各位不會有什麼太大的殺傷力 現在幾點 3點 給我休息10分鐘 好嗎 我們休息10分鐘 等一下處理各國 有了嗎 來 各國吧 各國第一題就 作文 好 其實 嚴格來說你可以有戰略 可是他 我這樣講會有一點捧出題者 就是如果你是一個有在關心國際局勢的人 應該可以凹一下 但是 我覺得出這個是沒道義 好 來這個題目是這個樣子 這個 我為了這個題目 我再度確認一次 這兩年沒有人 在學術期刊 我講的是有 TSSCI 那個I等級的期刊 有講過這個問題 是沒有的 好 那唯一有提到一點的 就我這邊援引給你的出處 就是 你看到第二頁那個是李龍勝市長 他有提到這個 但他這個嚴格來講 我要講 嚴格來講 不是 你講職能分析相關的事情 那個不是直接切進去選台政策變革 這個事情 他算是後面的事情 所以 這個題目你嚴格來講 他沒有一定要回答什麼 真的 那你就必須要抓 美國真實的狀況 這很 我覺得這實在是 美國的狀況是這樣 我們這樣去講 你想像一下 我這話太不好 2020年以來發生什麼事情 官僚組織本身應該是一個穩定的組織 對吧 但是呢 當他面對到外力重大的衝擊的時候 他就自動要有對應機制 而2020年以來重大的衝擊就是武廢嘛 你看到2020你應該直接可以判斷就是武廢吧 你不會寫Coby Bryant吧 Coby Bryant不會對美國的選台真的造成變化好嗎 好嗎 你說有 老師我覺得這件事對我很重要 不會 好 這一定是武漢肺炎 那 那 這一個衝擊對美國來講 當下的事情是 我正常穩定的人事運作當中 我出了一個我過去沒有辦法處理的問題 所以我的人力需求就增加嘛 那 那我要怎麼辦 我當然趕快找人 好 那 那 無心插流 之前我講過一句話 這個後面講有點事後諸葛 可是我那時候就有一種預感 我說 我建議各位考前的時候 去把主要國家的人事主管集團網站稍微逛一下 我有講過這個話 這是真的 就 我理想 理想上如果你這題真的要 講到四平八晚都講中的話 你還真的 叉叉叉要去看一下OPM的網站 那就 那就會 可是我就講 但我就講說 這沒 這個 叫一個考生做這個事情 是因為雙語政策嗎 還是怎樣嗎 我這腦補 只是 對 就這樣 但是我覺得沒關係 我們就藉這一題來學一下事情 美國在2020年以來遇到的 第一個最大的麻煩 當然是武肺 那武肺他讓他的整個的醫護人力 還有他那種叫做防護人力 什麼是防護人力 你不是醫療的 可是 你是不是我們不是要戴口罩嗎 對不對 然後要做一些管制嗎 那美國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他沒有管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當時歐美國家的心態 剛爆發 靠北中國人 的確喔 有這個心態喔 黃種人才會得的病 這是真的 因為美國我們有親戚 他們有講說 一開始的時候白種人都覺得說 連黑人都歧視黃種人 白種人給黑人 黃種人才會得的病 然後後來都死了 靠腰 怎麼事情這邊都大條 對吧 趕快他開始進行那個 就全部封了 所以那時候美國也開始做封城 你一封城管制以後 你就開始強迫大家戴口罩 做什麼相關隔離 這個對美國人本身來講 是很瘋狂的事情 因為他們是極度崇尚個人主義跟自由的 你做這種事是高強度管制 因此你需要很大量的補充人力來處理 同時醫護人力也很欠缺 所以那個時候呢 後來大概就 OPM他就直接開一個專案 你現在去OPM網站上 你還可以看到那個link 你就點進去 這個就是我直接就 他們就是做了一個 就是我後面就秀給你看 這是因應COVID-19的一種 算是對於這個部分做的 特別招聘機構的機制 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所有全美地區 以聯邦政府為出發點 不是州政府好不好 以聯邦政府為出發點 有需要有人力需求的職學訊息 一站式連結到這個網站 然後全部處理 那去經過這個你申請了 然後有資料與審核有通過 然後你可以去現場 你大概跟人家去確認一下以後 你正式錄用以後 這一段過程 除了這個上網以外 他沒有做什麼提他的額外事情 甚至呢 那一個用人的機構 也不用公開偵採 美國在這幾這三年來 做了這樣子的調整 為什麼因應這個重大的變化 所以這個是一個他的特殊的策略 然後這種人用進來 可以用到他的那個 就是A類縫表 A類縫表錢也相對比較多一點 他有A縫表 B縫表 新縫表 這種都是除外職位當中 不用公開偵採 可以另外處理的 像C縫表就像 BC有時候像機要 你知道嗎 那這個你 你沒看網站 你根本不知道 你懂嗎 就是拜託一下 我也是 但是我本來是 本來是有時候是聊天聊到說 有這件事喔 然後就 這個是其中一個可以講的 是其中一個嗎 對 我這題只講兩個 其實有三個 第二個 你看前面我補給你 那我覺得如果真的考這個是 有道理 但是又有一點沒道理 拜登跟川普最大的差別是 一個亂講話 一個是有意思亂講話 一個是實質亂講話 不是 好 這個兩個人最大的差別是 他們的立場 尤其是對於種族之間的立場 川普政府的立場是 我就是要歧視你 懂嗎 美墨之間最好高牆建起來 有沒有 對 所以川普政府當初在做種族政策的時候 他其實是用歧視的角度去做 後來出了一件事情 就是這件事情 這個是一個推波助瀾的事情 對啊 就是那個Ford 他就被白人警察不是壓在地上嗎 這個YouTube把他傳上去 他就在 眾百萬人面前就死掉了 那個當時對美國來講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尤其是黑人很敏感這種事情 全美各地整個黑人抓起來 所以 拜登政府他們是相對會care這個的 所以他上任的時候就趕快適度做一些修正 還有 現在你去OPM網站 人事管理局的局長是女的 川普任類似沒什麼 除了他女兒叫伊芬卡以外 他大概都是男生 對啊 所以你看這個落差 沒有 有的是看政治獻金 錢有多的會給 像之前那個Craft 駐聯合國大使那女兒 他老公石油大亨 砸很多錢給共和黨 美國做這種事不是什麼髒的事 美國人就是拿金錢當實益 他不會說什麼 本來政治獻金多就該有位置 這正常的 他們spoil的精神一直都在的 所以另一個事情是 拜登上任有簽了一個14035號行政命令 就重新調整 這個公平行動計畫 他內涵裡面還包含了幾個比較特殊的 川普任內不會做的 就是他有照顧LGBT族群 可是我認為考這個對各位來講 有一點不講武德 你知道嗎 沒有學者另外特別多講 真的在主要期刊真的是沒有 所以就我也沒特別寫這個 另一個我認為 好 如果你有想到 川普跟拜哥的變革 然後你有猜到 你有拗到 我覺得會是很不錯的 但我認為機率不高 我只在這邊講一下 如果有人有想到的話是 反正就講故事嘛 對不對 跟他拚啊 好 那有 會有 那我為什麼沒有寫這個部分 有幾個 有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認為 美國一直以來都有在做多樣性這件事情 他都有在嘗試做共融 即使是在川普任內 的確因為就是 川普講話就這樣 這個人就這樣 他的風格是這樣 可是他的官僚系統 也沒有因為這樣 就真的說什麼強化太多的歧視 懂嗎 所以我認為這不算是一種變革 它只是延續作為 所以對這一題來講 他問叫變革我是很為難的 那還有一個呢 這個是新聞講的 可是我認為這沒有真正成立 就是那時候白宮呢 有放話說 聯邦政府長期以來的選材措施已經僵化了 他們要適度的再進行調整 但我覺得這沒有一句 因為你在其他的官方文書 沒有看到他另外做什麼 因為川普這個人本來就喜歡 亂放話嘛 最近還發生一個事情 說什麼 他有說 我在我以前當總統的時候 然後我車上的時候 有一個我的那個什麼 隨乎啊 要對我動手動腳 然後最近開始在鬧那個東西 你知道嗎 然後就講說 我跟你講當初那個全球首富 英雄馬斯克差點到我面前跪下 他隨便要他怎麼講都可以 所以這種新聞的就算了啦 這個我就沒有要特別去提 好 所以呢 我的選擇就是我處理了這一個 跟比較遠的 所以我選擇一個近 一個是現在馬上做的改變 另一個是為了未來準備做的事情 我選這兩個東西 但你說老師是這個嗎 我不確定 因為學術期刊有I等級的 我講是一級水準的 沒有人寫這個東西 所以我就說 我覺得它有一點開放式 也提供大家作文空間 那我想 你如果有想看到2020這個關鍵式 從武漢肺炎的角度去切 我們在考試 考卷上寫COVID-19比較客氣 你這樣來處理 那有些人就寫說 可能加速增補的彈性 簡化 對不對 還有這個有更多的這個 共融空間 我覺得這都算是對的 或是有的人乾脆就跟它豁出去了 反正就從消極變積極 然後更積極跟你拗嘛對不對 我覺得這也不會說是不對的 這個 這一題的關鍵是 你有沒有寫出一篇好文章 真的是這樣 那我就會講說 如果是我們的同學 我倒沒有太擔心 因為我一路以來的宗旨都是說 不會就作文 對就是作文 就不要傻在那裡就好了 但是解題的時候為了負一點專業責任 我就還是跟你細部說明 你問我 老師你在考場上會怎樣作文啊 廢話 是我會作文 對吧 好 2020年以來 受到COVID-19的病毒影響 美國政府被迫採取各種的緊緊對立策略 來解決這個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的危機 當然也反映在它的選裁的政策上 那除了它短期的變革以外 OPM也重新審視聯邦政府職員的工作能力 進行他們的職能模型的盤點 做未來的考選政策改革條式的參考依據 所以我就會用這樣來開始抄了 那第一個 那OPM它會認識到 這個COVID-19這個流行病的 它當然會持續存在一段時間 下面這個真的是網站翻譯給你的 這個我怎麼看我覺得這樣翻比較順 本來要問在美國人後來算了 我把它翻成叫做 因應COVID-19的特別招聘機構 因為它做那個authority 其實你可以翻譯成局或處 那我這邊就講給你聽 因為實際上你考檔當中應該沒寫 這很正常 拜託不會有人 那它有授權機關統一招聘 各機關所需的防疫跟醫護人員需求 但也用單一窗口來處理 所以可以直接對應聯邦政府COVID-19 影響所需的人力缺口 然後第二個 不需要公開偵裁也可以 這個是很殺的事情 因為原則上是要遵循攻擊原則的 但這個其實反攻擊 可是沒辦法 當下 那這邊有一個比較深的點 我沒寫 那我認為要求各位寫或者是講有一點沒道義 就是公機制的概念 在他們的文官改革法裡面其中有一個例外條款 就是說針對重大局勢狀況的時候 是可以授權例外處理 但我們通常不會交這個部分 那這一次我再猜有可能 但我覺得有一點狠 那再來還有一個點 連在這個時候都要留意對退伍軍人的照顧 不是招聘人力何時的那個時 那個時間的時有看到嗎 透過機構招聘人力時 不是那個時 寫太感不好意思 那各機關仍需何乎禁用一定比例退伍軍人的聯邦政府制度規範 也就是他們基本的相關的優惠措施 對軍人的部分本來在美國就是很有優惠的 因為你放這種有充分的戰績訓練的人 對吧 有沒有看到那個Top Gun 2對不對 沙灘打排球啦 然後怎樣的對不對 60歲還可以亂飛啊 不能讓他亂跑的是不是 的確啊 美國聯邦政府他們對軍人的訓練是很嚴格的 所以你不能他 尤其是他如果是因為作戰而受傷 那這個更重要 所以你看有一個之前來我們台灣的那個叫Degas 那一位就是黑鷹直升機的駕駛 他女的嘛 但後來就選參議員什麼的 OK 好 來 這個就定期契約啦 就定期契約啦 原則上一年必要延長一年 可是啊因為他是暫時的 所以2023年3月他就預計要結束這件事 所以我判斷有可能這個是 那第二個就是他們這個叫FWCI OK 那OPM在2021年4月發佈了這一個的倡議計畫 這個這個這一個倡議是一個蒐集聯邦職業所需 職能資料就要講成這樣 說一句實話不就尋政管理 重新做職位普查嗎 為什麼 事件衝擊當下 危機發生當下趕快解決嗎 可是不能忘記 美國有一個好習慣 我覺得這是美國的好習慣 我當下被揍了 沒關係 我趕快想一下以後怎麼樣不會被揍 所以他就對應做了這個職位普查 確認一下 你看我們這次美國被這個COVID的病毒搞得翻天覆地 那我們以後要怎樣可以防犯他 所以這個制度是對應這件事情 那當然就會影響到選材 為什麼 第二點 主要你看 我跟你講所有的制度都一樣 沒遇到大事都不要改 你即使是美國也一樣 因為美國過去的那一個的職能模型 用了幾十年都沒有改 你知道嗎 那正常來說 你就已經沒有彈性了 你沒辦法真的因應 你這個衝下去就倒 他的想法也是這樣 所以這次趕快 重新確認一下 我們政府內的工作的職位 到底要什麼樣的職能 跟能力 重新劃分 所以這個就是FWCI 好 拜託不會有人 對 我們借這個機會講鼓給各位聽 你就聊天就好了 放心 來第二題 我在說說本次考試大概最簡單 就是這一題 第一個 我在考試前已經一直講 今年一定會講到懲戒 今年不可能不會考到懲戒的 對 就是跟懲戒有關 那我比較遺憾的是 我那時候忘了補充這個 國家公務員倫理審查委員會 但是我們在政客的時候應該都已經有講過 人事院所屬的一個機構 即使你忘記了 你凹一下也是OK的 還有一個見招 你把公平委員會凹進去 我認為閱卷者也會給你過 懂嗎 但是當然不一樣 不一樣 那是不一樣的 因為 為什麼 因為這個倫理審查委員會有一個特性 他的人 你公平委員會是 聽懂 他的公平委員是這個案子 跟這個案子 跟這個案子 就像我們有副審案 A案 B案 C案 各自從人事院裡面去抓一些公平委員 高階職員當公平委員 他會依據個案做處理 懂嗎 可是 這個倫理審查委員會 那個委員是有任期的 他是有任期的 這個是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部分就是各位在讀書的時候 你如果有 稍微仔細有讀到 就應該可以回答 那我也知道說 有可能你沒有讀到啦 那 拍謝 我的確也沒有細講 拍謝 因為東西多 那我們就 煩 明天講 討厭 好 來 那第二個就是說 他當然 他要處理什麼事 因為 倫理審查委員會主要的就是公務員倫理規程的細部規劃 所以 就是 來進行他的政策規劃跟法律調整 當然還有案件審理 我想這應該不是什麼太困難的 那第三點是日本的倫理審查制度很有趣的一個制度 他 我不知道有沒有講過 就是他很像一條邊 但其實不是 他就是會在機關派一個倫理監督官 在審廳派一個倫理監督官 但是這個倫理監督官 沒有用那個機關的缺跟錢 懂嗎 他就是直接是倫理審查委員會的人 反正就在你家監督你就對了 就真的是派出一個人在你家的 跟我們一條邊是不一樣的 他跟那種正風一條邊是不一樣的 我們有雙重隸屬關係對不對 他這沒有 他還是 就是倫理審查委員會的 只是他就派在你家這樣 所以不太一樣 這個是有不同點的 那我認為前面這邊 可能對大家這樣比較大的麻煩 但是後面那邊你應該就是 穩穩就會拿下了 違反國家公務員倫理法的懲戒 不是懲戒事由跟懲戒處分 我們講很多遍了對不對 考前還提醒了 那這個沒有我就沒辦法了 因為這個就有告訴你 然後他也考出來了 這應該不是什麼太難的事情 那第三個也是經典考古題 考你什麼 法國公務員的參與機制 即可供我國借見之處 回答借見前拜託 先說一下當下很有道義 你說這題很友善 他還跟你講說 你先講一下我們的 我分數就給你 你看有這麼好的對不對 對你第一題出太極掰的補償 再第三題補償給你有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次各國還好啦 沒有說到很那個啦 還好啦 這第三題又很不錯啦 所以你就說一下 可是來在這邊 有一個是你得做決定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 我們所說的參與機制 你要做一個決定 你在寫這題的時候 你如果把它等於 勞動結社權 也對 我說自圓其說 你如果把它做等於 那你就都要講 OK 你可不可以這樣寫 絕對可以啦 當然可以 可是你要定義好 OK嗎 你決定 然後你這邊定義好了以後 我國的就要對過來 OK嗎 所以你決定怎麼寫之後 我國的就一定要對好 工整對應 因為你已經把範圍講好了 你要自圓其說 你就不能落掉 那我相信一定會有同學這樣寫 會不會有分 一定有分你放心好了 可是我認為這題更精準一點的呢 他只有要談 參與權 跟協商權 所以我寫他 我只談這兩個事情 老師你為什麼只寫這兩個事情 因為我知道在我們的制度上 有一個東西不好講 這個東西我們跟法國很難比 知道吧 因為法國是放飛自我的狀況 這一點罷工罷 怕屁怕 對不對 你看得法才一合之隔 然後可是德國就是限縮的下一題 德國是限縮爭議 那我們台灣在這種部分 我們其實弄了很多德國概念進來 然後再加上 台灣本身這種華人社會 東亞文化 你要讓他能夠 有巴工的爭議空間 本來就是不容易 我的戰略上 我就會避開這個東西 所以我另外他要談參與 我就會集中談這兩個事情 那當我集中談這兩個事情的時候 我就會抓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我上課有講的東西 叫做 其實在德法的制度當中 在歐洲的制度當中 他們都會有一個共同決定事項的概念 在參與機制當中最經典的 叫做共同決定事項 什麼叫共同決定事項 這種事情 你如果是不跟我說 人沒有喬出來 就不能再走下去了 懂嗎 所以一定要來談 強制參與事項 所以這題我來做 我會選擇這條路 我把這個事情做 因為這在我們的制度中間叫 完全沒有 我們是什麼 我們是什麼 德結社 德辦理 我們最很重要 德辦理 德建議 德協商 靠邀德 然後你建議了 有要理你嗎 不用啊 你協商可以寫什麼 沒的寫啊 懂不懂 這個是最大的差別 所以事實上台灣的文官公會要進步的關鍵 在先打開這個鈕 不是在那邊要罷工權 它是一步一步來的 你先把這個鈕打開 有共同決定事項 你後面比較好做 還沒完 當你我選擇走這一條路 跟這一條路的差別是因為 當我走這條路 我就會對應到法國一個制度 跟我們更有關聯的 就是甄選委員會 考基委員會這件事 因為你走這條路 就不會談到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是決策的參與權的空間 所以我才會這麼走 上課其實我都有講 所以我說這題是這樣子的 來 順順寫 這樣寫對不對 有15分以上會拿到 放心好了 你要拿25分 這邊 老師怎麼可能 對嘛 但是還是要讓你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在考場中大家會做什麼事情 我也考過4我知道 我也一直跟各位強調 寧可4題15分 不要一題25有一題0 對不對 所以OK的 但是你還是把它了解 他 我們講說 寫到精準 大概是怎樣會比較好 秀給你看 來 來法國的再複習一下 當然是工會代表來協商 對不對 然後呢 同學行政委員會 同學技術委員會 衛生委員會 然後呢 這個 每一個三大公 什麼叫三大公務體系 三大公務體系就是有 國家公務員 有地方公務員 有衛生醫療公務員 嘛 所以三種公務員裡面 他們又有最高 又在一起又混合 好 這個你就說就好了 然後這裡我有講過一個概念 因為許南雄跟陳純文的資料說法有出處 所以大家會痛苦 怎麼辦 你就選一個寫就對了 沒差 因為我們實際上在月券的時候看起來 就給了啦 懂不懂 因為他就翻譯問題 然後又不知道是怎樣 偏偏就 就都是文獻 我是比較習慣用陳純文的 我這裡 你用許南雄也對 可以嗎 也對 我們不會說你錯 他有一點出路 好 來 法定強制的參與的事項 你如果涉及基準法的法律的權利一位 第一位的 就是跟公務員有關的法律案有沒有 不涉及法律的例外法律 就還是不涉及到一般法律定位 可是其他 在法國這個東西就是什麼 不就我們的協會法第六條的東西 你那個考試院職權範圍內那些 有沒有法治事項什麼的 那個在法國是怎樣 你就是要跟公務人員一起決定 你不可以說你說了就算 好嗎 另外一個就可能是其他什麼管理相關的法規 也要 因為會摸到 然後還有什麼叫做跟直接職位調整相關的政府計畫 你人事分類制度或者是原額什麼 要變的時候也要來跟我們談 好 然後那個很多個職類公務員共同規定的命令 他的狀況就有一點像比如說我們不是會有一些韓式嗎 法國也是大陸法 他也會有這樣的問題 好 比如說這個規範到誰 那個規範到誰 那個如果大家有跨到他們的職類的時候 也要一起來談 好 他說老師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什麼 那我可能有跟各位介紹過 那就是 其實就是我們的 我們那個協會法第六條 你用那個概念去 去處理 就是這些東西都是要強制來參與 才能往下走 再來 這個是法國很有趣的地方 他可以罷工 但是他不讓大家定團體學業 為什麼 同學你要知道 要是能定團體學業 你跟國家間的關係 就不會 就不是那種 用行政處分來處理的工法上職務關係 你會變成很偏牢固關係 可是因為法國跟公務員的關係 還是有這種大陸法上的職務關係的概念 所以他沒有辦法開這一條路 這個是法國獨特的地方 很奇怪 他可罷工 你看喔 像美國跟英國 他反而不是 他是沒關係啊 要訂協約是不是 你看英國 就訂嘛 來嘛 來談 可以 罷工 沒有說可以耶 沒有說不可以 死啦 美國呢 你如果聯邦公務員 你給我看看 大家好感 協約可以訂 你罷工嗎 來 懂嗎 你四千都不會贏 懂嗎 所以 你看國情的差異在這裡 好 人家浪漫嘛 秋天一定要罷工 秋天不罷工 這個秋天就沒有過了對不對 好 來 我們的參與機制 我的操作是 分成跟公務人員協會有關的 我就處理得建議得協商 OK 這個算是你會的 另一個呢 真審跟考基委員會 也是參與 我在這邊就另外處理 那可供我們參考的地方是什麼 因為我特別要放進真審考基委員會的原因 是因為說它有代表性問題 因為法國在做這種參與機制的時候 代表性是同額的 我們呢 遠得很 我不是有跟你示範過神秘數字嗎 對吧 一定是 7 11 123 為什麼 人家手掌才會掌有極大數字的優勢權嗎 你這個在法國人被人叫爆 我告訴你 應該說在歐美都會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對啊 在台灣就是這樣 這台灣是台式文化 好 所以在這個狀況叫代表性 你的同額比例代表 我們就沒有了 另一個就是我講的 這共同決定事實上 也就是他說的法定強制參與 我們就是不鳥你 對不對 你建議好啊 我請聽你的聲音 聽完以後呢 沒有要理你的意思 知道吧 唉 那這個就沒意義啦 有時候就會跑程序的問題 好 其他的部分 你如果是按照這個方式寫的話 你記得對好就好 你對好就好 我說我罷工亂寫 我說應該要讓我們可以罷工 我不知道 看約絕者開不開心 他如果說不定很支持你喔 對 就是要把 這樣 好 誰知道 好啦 這邊是這樣子操作 這樣子應該是更黏一點 但還是再強調一次 你這樣走我認為還是會給你分 不會沒給 只是你的界定 最後一題 老實講我覺得這是最難其實最後一題 不是第一題 因為他最後一題很討厭 你說傳統原則 嚴格來講 不是只有33條第五項 但是因為當你說33條第五項的時候 這題難是難在這個地方 結果他沒有什麼施展空間 你知道就 你不好掰 因為如果你不知道33條第五項 你就等於掰的都是偏的 這是這題的討厭之處 那所以我認為這一次各國第四題是 越卷者命題者 他如果要當疾歪人 那就是跟33條第五項無關的 他就不撩膩 哇那這個就事情大條 那我覺得就 可能大家分數上就不好看 那如果他是一個比較善良的 大家辛苦了對不對 飽受折磨 心理學又這麼簡 不就是心理學又這樣粗 對不對 沒道義 對吧 我們這邊對你好一點 差不多都可以 那我覺得就沒事 我們就只能看成績見真章 說一句實在話 那你如果看到成績出來 你就反正你知道你這題就用out的 然後只有成績出來的話 哦 十分 代表是有不錯 一分 沒關係 就是 就是 態度大概就很明顯 好來 那還是跟你介紹一下 33條第五項 我覺得這太狠了 這個實在是 我覺得他考這個陣生 天啊我那時候看到 我知道這件事是因為我那時候為了 我直接跟各位談 因為我們那時候有 我們有寫那個法庭之友的書狀 所以在今年三月的時候 我們就查文獻資料 所以翻了一些論文 然後就有看到這個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 我就哇靠 怎麼會考你們這個東西 我覺得天啊這實在 真的是 對啊 但是沒辦法 就出來了 來 德國基本法3條第五項說的是什麼 他說我公務員對國家跟憲法 富有特別上的政治忠誠義務 所以他直接在考你忠誠義務 傳統上值得重視的一個基本原則 後來你知道 2016年修憲就在後面加什麼 還有加上永續發展 有沒有 這不一樣 但這題沒有談 他沒有講那個 你懂嗎 他就問我傳統 那就 我們就只能限縮在這裡 所以老師這個第一個 我知道有同學可能有印象 他想說 有那個續存發展或永續發展這個詞 那我用這個角度 用德國2016修憲 兩邊一起來聊一聊 可不可以就 至少沒空白 但嚴格來講是應該不太對 最神奇的是給我寫微博官僚字 我說我代替微博感謝你 好不好 不是 那個是我們行政學把它分類在傳統理論 不是德國傳統原則 你知道嗎 那是當初 微博寫的那個 政治科學 他代表論文集 然後美國是Parsens 你知道你行政學學 那個Parsens 他翻得很厲害 後來全美流通 然後以後我們公共行政的學者 又幫他分類 我跟你講 微博這種是屬於傳統的 那個是因為這樣 我們把它分在傳統的時期 跟這個傳統原則 一點關係都沒有 有人寫了微博 我覺得就 可能慰卷者會 會心一笑 露出那個安妮的喝 大概是這樣 好 來 所以 這裡嚴格來講 應該是談 德國職業公務員 基於身份上的紀律行為跟義務 限縮在這個地方 進一步而言 就會影響到懲戒 所以這題其實要摸一點懲戒 你不講懲戒 可能沒有飽滿 因為德國為什麼 以前它的懲戒法可以這麼硬 是因為跟它傳統原則是有關係的 你就已經 它的懲戒法是這樣 它覺得是對你人格的評價 你知道嗎 它的懲戒功能 懲戒是什麼 這個人格已經很污衊低下 不能當我們國家公務員的out 超恐怖的 評價一個人變成人格狀況 不當就不當了不起 沒有我在德國 我跟你講人格低下不能當 好恐怖 這國家發生什麼事情 難怪跟俄羅斯買天然氣 來 所以忠誠義務的實踐 應該積極維護國家利益 這個部分是因為它是德文翻過來很搖口 我有論過的 但是我覺得還是很討厭 這個公務員應付忠誠義務 應遵守國家憲法的自由民主秩序 其實最關鍵是自由民主秩序 因為它後面在德國聯邦法院裡面 他在正位公務員懲戒的時候 他今天要給他做那個 我們講說這個解除功能 也就是排除功能的實現的時候 就是那種免職的時候 他大概都會提這個 你這個人已經就是已經 背離我們這種公務員的自由民主秩序 什麼之類的 大概都會提這種東西 好 那在憲法修正的時候 一樣喔 不是今天修憲以後你就放非自我 沒有啊 一直都要給我好好乖乖 而且你不是只是用講講的 你認真在從事公務的時候 你都不能忘記 你多麼偉大好恐怖 其實這個我們是學過的 在我們在談考權制度的時候 你有印象嗎 我在跟你談何謂 行政法理上的公務員的時候 有個叫學理上公務員對不對 學理上公務員有三個要件 第一個 跟國家跟地方自 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發生公法上職務關係 第二呢要經過任命任用程序 第三叫什麼 負中成或翻譯成中實義務 那個意涵是一樣的 所以我這邊就移過來用 聲言之 傳統原則下公務員應該盡一切可能 履行國家賦予的職責 採取任何一切有利於國家的行為 並避免一切對國家不利行為 不就我們618號解釋的意思嗎 超德國的啊 你以為哪裡來的 沒那麼厲害 被德國殖民 超他的 來 那諸如尊重憲政基區 嚴守行政中立 不可任用去 消極資格人員以及對勞動三權的限縮 都發源於此 老師你這裡為什麼這樣寫 不然接下來要寫什麼 因為題目問什麼 傳統原則內涵嘛 你不要抽象 它要具象化 對吧 德國是什麼 大陸法也是跟我們一樣這種國家 所以它會 基本法在上面的法規嘛 跟限縮的東西嘛 來所以我這邊寫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處理 忠誠義務規範太陽 所以它在連試用期的公務員 都要遵守忠誠義務 那這個事情是有背景的 因為大概在威瑪憲法 那時候德國受過傷 它那時候在國家公務員 在用的時候 一堆納粹黨的跑進來 希特羅萬歲 對啊 偏激主義 所以它後來二戰之後 重立文官法的時候 他們就注意這個東西 所以它在審查試用期的公務員的時候 他們很重視這傢伙 以前有沒有跑去納粹 只要你有參加過納粹的政黨活動 或什麼 消極之隔掉 也沒有要鳥你其他的 他就很嚴格 反正你有 因為他嚇死了嘛 就是 就直接就是免辭 就是不予任用 第二個就是說 不得發表重恨性跟煽動性言論 你的政治中立 還有你的言語的 言論自由的管制 還有 也不可以參加違反現行的 憲法秩序團體 就是偏激團體跟分離主義 老實說好中國喔 習近平沒說 我們絕對不鼓勵分離主義對不對 沒有 這學德國的 不可以有分離主義這樣 為什麼 兩德統一 對吧 你在那邊喊說 我要回去東德 哇 好不容易統一了 圍牆倒下來了 這個也不是兩德統一後 你要想一下 因為一開始在西德階段 他也會有這種隱憂 會不會有人在那邊喊說 我們要去東德 有啊 你不要以為共產這個東西 好像我們現在把它罵得很那個 沒有啊 在1950、1960年代的時候 當時的日本竟然很羨慕北韓 你知道嗎 日本那時候剛戰後 然後那時候北韓都喜歡大外宣講 自己過得很好啊 所以那時候日本有一票的人覺得 去北韓是不錯的 你知道嗎 笑耶 那樣就是 好啦就這樣啦 此生不悔入華下 OK好來 來第三個 用人機關在任用審查的時候 如果發現人員未能遵守憲法的終成義務 或是你沒有辦法保證尊重基本法的 自由民主秩序原則 你會拒絕任務 就一跟二 就是他在任用審查做的事情 正常來講 你就想像你在審查的時候是這樣 你覺得你正式任用後有發生 會做什麼 一樣 你們的後面的消極資格有什麼 你們要撤銷任用對不對 還有呢 免職對不對 對 德國也會做這樣的事情 還有一個就是雙重國籍問題 所以如果你有印象我在帶你 帶題庫班的時候有一個舊的題目 就是說歐洲歐盟化以後 對德國產生什麼衝擊 其中一個就是雙重國籍 這事實上很困擾 因為在德國基本法的概念是 你一定要是單一德國籍 還有這種 忠誠義務實踐的 我才能任用你 可是問題是 歐盟的法律是說 只要歐盟國家的都可以用 哇 那你又簽了這個 對不對 這個是屬於國協等級的法律條位 哇那我要怎麼辦 他有點衝撞 提醒你曾經發生過這個事情 好 來 第四個公務員應該遵守倫理規範的慎重解釋條款 我知道有同學問我 老師我這題 真的不知道怎麼寫 我自己拚 我就把公務員服務 基本義務 凹一凹凹的很像德文寫上去 會對喔 會喔 會喔 會中 我們差不多 真的會中 一部分 一部分 你不要寫太扯就好了 就是 好像 懂嗎 這會中 會中 好 就是 比如說你就笨笨的把我們的旋轉門條款寫進去 你就保證掛嘛 因為德國跟我們不一樣嘛 有 我知道有的客人很可愛 靠腰 你 你要拗 你要拗差不多的東西 你不要拗不一樣的東西 你知道嗎 你拗不一樣很明顯 讓我們抓包嘛 對吧 差不多拗腰 他樂圈可能 你是從德國來的嗎 懂嗎 反正就 就算了 好 來 聯邦公務員跟國家間的關係不是勞過關係 因為受到忠誠影響 他的勞動權其實就會被加油 以前說即使你可以組織加入公會 團體決戰 不好意思 沒得談罷工 所以德國聯邦公務員是不能罷工的 你要聽懂 如果是職業公務員的話 有啊 我們看過他有罷工 不是啊 他不是職業公務員 那就契約職或什麼的 就還好嘛 你是永業職業的 你不能去罷工 那個會出大事 德國事情是這樣 有啦 什麼地方的警察靠腰 就中央地方是分開 聯邦政府跟各幫又不一樣嘛 好 來 違反義務的處罰 這當然是他內涵的一環 這個就等於是你會的 所以有些同學解這一題 比較聰明的 就是說他前面就拿我們的公務員服務法的基本義務 然後又要後面送他懲戒的概念 欸 我覺得你可能不小心會賺15分回家喔 好 但你懲戒亂寫我就沒救了 好 來 所以違反義務會怎樣 你違反忠誠義務 事情劫機臭臭懲戒 對不對 被附的附 好 沒關係 好 來 被附懲戒的公務員 你喔 你的行為有沒有展現不適任公務員的人格對不對 人格已經低下 拜拜 不適任 如果還好沒關係啦 督促一下就好了 這就影響什麼 人格低下行的 被評鑑成這樣的 送去聯邦公務員懲戒法 送去行政法院做什麼 懲戒判決 對吧 要法院才能做 可是如果不是呢 比較輕微的呢 你自己家老闆就可以做了 你做得不符 你在上法院救濟 所以這時候就怎樣 欸 法院發生雙同功能對不對 你就知道這德國的特性 這跟我們的那個 我們跟各位強調過 但後來沒有在我們這裡考 就是 111年的宪判9宪判10 後來我們沒有考 考誰啊 考連政 考在連政那裡 也沒有考在我們這裡 OK 好 來 所以以上 這是我們的這個各國人事制度 我們四個題目 老實講 第一題跟第四題 真的為難大家了 我知道 第二題跟第三題 應該不至於讓你很痛苦 所以我 其實並不是極度困難 就是還是我們那種 五十分五十分的狀況 所以要重視作文 只是因為今年的作文空間 第四題被限縮了 所以就 像我們傳統來講 是你五十分作文 你可能作文空間比較大 那今年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才會說 今年的分數你要能夠 再凹到七十分呢 就跟去年要凹到七十分的狀況 是比較困難的 因為第四題的關係 除非它鬆手 就是說你寫得差不多我就給你 這個再說 不過因為二三題 算是比較固定跟基本的 那個題庫也就可以操作的 所以說我認為還是 只要是有認真 你各國拿個六十分不是不可能 你不要想說 怎麼這好難 不是 你要看 判斷不是用那個你的感受 你憑感覺不是這樣 你務實一點 你要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你就知道一四題這不是五十嗎 二三題不是也是五十嗎 好嗎 那你二三題的狀況你都有寫 那我們這樣二三題兩題加起來 假設你是認真的 我就算你 就算十八分嘛 對不對 十八乘二不是三十六嗎 對吧 第一題作文 有時候作文反而是關鍵 你知道嗎 因為我以前的經驗就是 像109年那一次考試 考了一個叫人才行動方案 鬼知道那是什麼 對吧 媽的醫學學生考二十分為什麼 因為他看到只要有平等就位 他就全部用平等就位的概念去凹 然後寫了潘凱基陽 你知道嗎 今天第七鬼神 要不要拿二十分回來 這是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反而這種有空間 你搞不好會在第一題 你莫名其妙拿了十五分以上 這是會發生的事情 那再加上最後一集的基本 所以我認為你認真一點 六十分是有機會的 不是沒有 不要覺得沒機會 不要這樣 關鍵還是在你有沒有好好把四題都寫完 你如果第一題都放熟 那我就不知道講什麼 所以你看 我們在這一次的考試 你們有沒有發現 這次三張考卷有共同特性 它都用第一題打擊你 不是嗎 所以你在考試的時候 如果你的解題習慣是 我不寫第一題 我就覺得沒辦法寫下去 哇 那你不只是沒辦法寫下去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才會說 看完 確定好 然後呢 欸 不是先寫 不是按順序寫 先寫會寫的 是吧 把會寫的處理好 欸 再處理不太會 對吧 這個才是戰略啦 有時候 到最後 可能是一個念頭 一個戰略 就影響到你最終的結果 所以 考國考 在這個部分 它心態真的跟運動員很像 你心態不能崩掉 到最後你心態炸裂 然後你就在那邊考場 沒看過什麼 沒有啊 我就說你要很冷靜的 對 沒看過沒關係 沒看過沒關係 好 穩穩的把插出來 回頭再來跟你做文 你可能就有很好的成績 好吧 好 然後 考完了就去放鬆一下 對啊 好啦 我知道今天外面很熱水 大家來吹冷氣嘛 我懂 這也是可以 就是 考完了 建議你不要馬上急著 什麼 讀書什麼的 你聽聽解題當然沒問題啊 因為讓你心裡比較踏實 或者有一些方向 或什麼 這陣子 就去做點別的事情 那如果你說 我也沒有什麼 那個 現在好像沒有那麼多錢 不敢亂玩 對不對 然後也不能去哪邊 那你歸圖書館 可以吧 打電動可以吧 不要讓自己一直處在一個 一直在背考的狀況下 你會疲乏 好嗎 休息一下 你休息一下 休息的期間呢 觀察一下這個世界 我的建議是說 去旅行可能是一個 還有一種就是 有的人就要背良草 對不對 然後想說先背個良草 還沒放榜 對不對 去打個工都是好事 你重新跟世界接軌多一點 對你是有幫助的 脫離它是沒有好處的 不要一直沉浸在這裡面 OK 好 今天到這邊 好